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能源部将在11月追加1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随后可能会出台更多反制措施 如部分产品禁运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BA10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9月30日当周的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为6.75% 创16年以来最高水平 这是美国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第7周上升 过去7周时间里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飙升了1.3个百分点 为2003年以来可比时期的最大涨幅 在抵押贷款利率持续攀升之下 截至9月30日当周MBA抵押贷款申请活动指数周环比下降了14.2% 这表明随着美联储加大紧缩力度抗击通胀 借贷成本随之上升 洛杉矶市议会10月4日投票决定在明年1月31日结束新冠疫情期间的驱逐令 从2月1日开始 洛杉矶的房东将再次被允许以租金位缴及其他原因驱逐租户 包括未经许可携带宠物和陌生人入住 并允许房东从2024年开始恢复对租金管制公寓的租金上涨 洛杉矶市议会成员还同意永久扩大一些驱逐保护的范围 其中 租金管制公寓的租户如果没有违反租约的记录就不能被驱逐 此外 洛杉矶市议会周二批准了一项新的300万美元的租房援助计划 预计将为第13区收入在地区中位数80%及以下的租房者提供每户高达5000美元的援助 俄罗斯法律门户网站10月5日公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签署的命令 批准关于顿涅茨克等四地区各自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的四项条约 至此 四地区入俄条约批准的法律程序全部完成 条约从公布之日起生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 10月 乌克兰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交一份关于俄罗斯支付对乌战争赔款的决议草案 9月初 乌司法部长曾表示 乌克兰希望从俄罗斯获得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赔偿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ECDC10月3日发出警告 欧洲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病例数量和地理分布范围都创下历史记录 ECDC和欧盟食品安全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迄今共爆发2467起加禽疫情 4800万只禽类在受影响的场所被扑杀 发现187例圈养禽类病例和3573例野生动物病例 有报道称 疫情的地理分布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从位于挪威北极地区斯瓦尔巴群岛到葡萄牙南部和乌克兰东部 影响了37个欧洲国家 ECDC提醒说 动物物种中的流感病毒可以偶发性地感染人类 并有可能严重影响公共健康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5日宣布 将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卡罗林·贝尔托奇 卡尔·巴里·沙普利斯和丹麦科学家莫腾·梅尔达尔 以表彰他们在发展点击化学和生物正教化学方面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 沙普利斯和梅尔达尔的研究成果为点击化学奠定了基础 贝尔托奇则将点击化学带到一个全新维度 将其应用在生物体中 他开发的生物正教反应实现了多种应用 包括帮助开发更有针对性的癌症疗法等